明跟利 明跟利为什么这么不好呢 因为我们追求明 大家完全在追求明 所以有明 他是有明无实 这就说 老子说 你呀 骑者不可久力 踮起脚来 我们把脚踮起来 我们高了一点了 这是我们的明 我们极致跑 我们比人快一点 你永远能踮着脚吗 你永远跑吗 明跟利 明跟僵索一样的 你有这个明 我现在是几百人知道我 我希望只有千人几万人知道我 我希望全天下人都知道我 你怎么能让人知道你 你用什么方法让人家知道你 当然 需要你的智慧 需要你的能力 可是有许多东西 你说需要多少人帮助你才能够成 有时候你甚至需要多少人为你牺牲啊 刚才我们谈的 我们现在还谈秦始皇的万里长城 唐汉武帝的开辟西域 唐陈基斯汉的一直都打到意大利 这些人 这些人 明也有了 利也有了 他们要牺牲多少人 当他们追逐明利的时候 要多少人帮助他们 所以说 明跟利 假设你的目的只是明跟利的话 这是很坏很坏的 假如说 你没有想追逐他们 而自然成名了 这要积 积攒的积 你不积攒的话 你不能成名 你不积攒的话 不减的话 你不能够富有 所以老子的三宝才说 此减千呢 这三样东西是中国的三宝 你看这一次闹这个 闹这个金融风暴 全世界哗然 我们也是啊 但是我们不闹 我们不吵 我们的损失也不那么多 现在美国倒说了 知道为什么闹这么样大的风暴吧 美国这么样糟糕吧 就是因为中国 为什么 因为中国攒美金攒得太多了 这被全世界在那嘲笑 中国是因为储蓄啊 我们有一个习惯 我们有三个钱 只花一个钱 第二个钱被不失之需 第三个钱储蓄起来 这是一个民族的 我们这民族的惯性 所以常常说攒私放钱 什么叫私放钱呢 就是说别人还不知道 我自己攒起来的 不是偷来攒起来的 而是储蓄 所以中国人永远有储蓄 所以当危机的时候 虽然我们也受损害 也是关了不少的厂子 但是不伤到根本 现在世界上 第二个没有美金的 除了美国就是中国 我们有几千亿美金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翻回来 我们可以专门来 在内部来发展 这一些都不是简单的事 所以知道了以后 民跟利 当他自然而然来的话 他来是我们善 既善才能有名 是我们能够减省 才能够有利 从这样得来的名利 这是可贵的 那么不是这样 不以其道得之就不对了 所以这也孔子说过 富与贵是我之所欲 又富又贵 是我所喜欢要的 不以其道得之不取 假设不是用正道得到的话 我不要 贫与贱 人之所欲也 又穷又贱 这是人所讨厌的 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 假设不是用正道 去掉贫跟贱的话呢 我宁可贫贱 所以孔子最得意的学生 是颜辉 一单食一瓢饮 穷得到连茶杯都没有了 碍水瓢就喝了 菜叶子 单的是菜叶子 拿来盛吃的东西 穷成这样 但是呢 人也不去 他住在漏巷 一个穷破完户的巷子里头 人也不堪其忧 回也不解其乐 颜辉啊 人家简直觉得忧虑得不得了 但是颜辉呢 不解 他没 还是照就乐 所以孔子认为 他的三千帝子里头 他最想的就是颜辉 当然不错了 可是 不幸短命辞矣 营养太差了 所以也不可以 所以我说 名利 虽然不大好 可以让人出毛位 但是只要以其道德之 注意啊 钱 这一个东西 虽然是 很容易让人贪得无厌的 我们米太多了 得要给人 是不是 什么东西太多得给人 只有钱 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我钱太多的 千万富翁 万万富翁 都在 你们看没有 这一个礼拜之内 两个天下的富豪自杀 亿万富豪自杀 为什么 他们又有名又有利 扩充扩充 所以这知道呢 所以就提起来 刚才我们所说的三宝啊 秦 简 千 不但要 慈 慈爱 我们自己希望别人怎么对我 我们就怎么样对别人 这是大词 然后我们减省 减省的时间 空间 减省的钱财 减省的一切的精神 减才能广啊 所以这一些都可以使你成名 但是要积蓄 不能我今天做一天 我又勤又简又谦虚 我应该富贵了吧 不可能 这要积攒 你一辈子都要积攒 只有一口气活着的话 都要积攒 所以 善不济 不足以成名啊 这个 这个 福不济也不能够 应厚 我们之所以能够呢 既善之家 必有余庆啊 既不善之家 必有余浆 所以大家要记得 这个鸡字 积攒的鸡 每一天 每一时间 我们都不要忘记 这个三宝 老子的三宝 词 简 谦 谦虚的谦 能够了解这个 就知道怎么做人 怎么能够真正得到 真正的名 真正的利 名利不坏 只是人把它弄坏了而已 把它用坏了 用错了 所以孔子可爱呢 孔子呢 真是 富与贵 人之所欲 不以其道德之 不缺 不要 富贵 虽然是我也喜欢 但是不是用道德 道德 不要 得到 比赤 了 来说 有点 消失 对 有点 有点 说 票 费